这个地方真的是太不可思议 空气清新鸟语花香 更不可思议的是 在这大山峡谷之中竟然有一处旗关 这个旗关近已经有300多万年的历史 300多万年那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 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出生 这一个旗关就已经开始慢慢的形成了 看到没有就在我前面的这里 我们可以看到底下的那一坛水 是非常的碧莉碧莉的 清澈见底以及还有几条小瀑布 能看到还有很多的地方已经开始裸露出来了 也就是说这个旗关必须的河水干枯的喜鹤 把这个河床裸露出来才能看得到 今天我们的运气非常好 来到这个地方刚好的河水不是很大 然后又看到很多的河床都已经表露出来了 所以我们才能见到这样的 300万年形成的这样的一个天然的奇观 这个地方是位于贵州省安顺的观领县的大山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前面 你看两座高山基中有一条峡谷 峡谷底下的这条河面上的河床已经是露出来了 特别的壮观 当地人叫这种景象叫做冰咎 冰咎应该是在300多万年前的冰川崎溪 经过那个水滴溪川 还有河流的冲刷以及清澈 就形成了冰咎 也就是我们看到的 这个河面上的坑坑洼洼 它实际上的行程是经过300多万年才能行程的 真的是非常的了不实 也非常的壮观 现在我们在这个地方 可以看到前面的这个景色 是非常的漂亮 空气非常的清新 鸟与花香 但是因为有一项这种奇观是非常难得的 它要经过几百万年才能行程的时候 我就不下去了 就站到这个远处观一观就可以了 因为像这样的奇观绝对是不能破坏它的 而且底下那是一条河流 有可能会泄洪 所以说为了安全也不要下去玩 再来看一看这个奇观 美好的环境需要大家的共同爱护 所以说大家有来到这种地方游玩的时候 一定不能乱扔垃圾 要随手随身把它带走 谢谢大家 我是大远方旅行 有时候我们不得不感叹大吉兰鬼斧行工的创造力 像这样的天然奇观真的是非常的少见 我们一定要爱护好它 好了 今天的这个视频 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拜拜